就算被切割 我覺得他的選擇都是對的 也尊重著我最深愛的老婆 然後也沒有再有任何 連戲的必要 因為他也同樣受到牽連 我覺得我們都付出了代價 那他有被說過道歉嗎 我覺得就是超越了友誼的那條線 那我們就是犯了錯 然後我真的對Grace感到很抱歉 因為我的思慮破壞了原本美滿的家庭 那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愧疚 以及無比的歉意 我想問一下就是大集合退出之後 你心情怎麼樣 知道就是說公司把你做這樣的決定 你有沒有覺得很厚 其實我 其實我心裡是滿難過的 大集合是我的歌 綜藝大集合 是一個 是一個培養我的地方 那 我尊重 公司這樣子的決定 我覺得這樣子的安排很合理 那我也接受 畢竟我是做錯事的人 那我沒有 沒有辦法就是辯駁這樣子 我肯定他的回答 我覺得他的說法是合理的 畢竟這樣子對大家都好 就算被切割 我覺得他的選擇都是對的 那我也祝福他 也尊重著我最深愛的老婆 然後 也沒有 再有任何 聯繫的必要 聯繫的必要 在未來的路上 大家 朝著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方向一起努力 好的 謝謝大家 今天謝謝大家來到這邊